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是老罗 大学生们喜欢叫我罗书 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及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各位在2023年打造崭新的素质生活 数字生活关注老罗 大学生们总爱私信老罗说罗书 我刚知道你的频道错过了很多精彩怎么办 要觉得好就请点个赞 觉得可以订阅一下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 试试推送小铃铛新视频一出立马把你来召唤 好本期视频我们主要是说三分钟搭建免费的windows云电脑教程的 其实必要的条件还是以下五个 首先网络任何网络都可以 二和三账号其实是gmail账号和一些开发的github gitlab bitbucket这些如果有都可以做一些synchronize 就是共用账号 然后呢windows10的安装镜像我们也会在视频中也是如何下载正版的 从微软网站上下载正版的微软windows10的安装镜像 耐心很重要啊 第五个讲耐心每次都讲耐心 一讲的耐心就是黑颜色啊很沉重 最后友情提示一下啊 任何的免费网络资源的注册都有其时效性 在使用上有其局限性 更不能保证如同收费资源的流畅性和舒适度 在此我们已经讨论技术上可行性 如果满意你可以购买收费资源 我们再次表示理解 对于本视频的所有更新 我们将创建一个置顶评论 用来及时更新内容发展变化情况 请大家及时关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大家注意啊 每次大家有很多问题 请看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罗叔的桌面啊 我们打开上期的云主机 远程云桌面 打开火壶搜索 Windows 10 ISO 好 这里把浏览器的语言换一下啊 原来为德语啊 我们把它换成英语 好 往下拉 现在上面显示是English啊 Accept all 接受所有 好的 现在出来了Windows 10 ISO 我们选第一项啊 微软 这里的是德语 我们给它稍微改一下 改成English-US 好 这里我们就是可以从 微软美国网站来下载一个 英文的镜像 因为油管是一个国际性的 媒体嘛 所以 我们用英文来演示 好 这里选择English United Status 好 64位啊 我们在这里下载64位 英文版的Windows 10 这个还镜像有点大啊 5.7个G 在这个下载的同时呢 大家其实也是要注意 有可能在下载的途中 会有中断的现象 你占用资源占用的比较多 它这个系统有可能承受能力不行 它有可能会中断 大家再重新刷新这个URL 再重新连接这个NoVNC 都是上一期的视频啊 好 下载好之后 我们来改名 改成W10 好 现在我们开始敲代码了啊 先给它安装 相应的一些程序 Ninux上面的程序 好 拿到关联全线安装好程序之后 这个窗口就没用了 我们再重新开一个窗口啊 敲入如下的代码 这些代码我之后将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中 大家直接根据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代码直接敲进去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再进行相应的一些磁盘啊 CPU啊 内存啊 配置 好 就回车 稍等片刻啊 有可能会比较长这个时间 两到五分钟吧 要两到五分钟 稍安物赵 耐心很重要 罗叔一直跟大家说耐心很重要 如果中间 有断连的现象 再重新连接 即可 好 出来了啊 看到了Windows的安装界面啊 是不是大家很熟悉啊 很多朋友都问罗叔 有没有Windows的远程桌面 Linux我实在用不习惯 登登登登 出来了啊 好 英文版啊 我们是要照顾整个地球上的朋友啊 Windows 10 Pro 我们安装这个好选择刺盘 我们把整个60G的拉着这个最大的版本给它上上去了 16G CPU 8核60G硬盘 对吧 这是我们上期讲的这个视频啊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右上角去看我们上期的视频 我们会弹出来弹框来显示 好 现在就是很简单的安装Windows 10了 这个会安装Windows的小伙伴都应该不会陌生 好选择美国 选择美国键盘模式 好 这都加速的啊 一直在往下跑 好 安靠罗啊 输入个密码 再选三个问题来回答 好 Just a moment 很快啊 这都是加速过的啊 其实要大概半个钟头 快的话20多分钟 好 进来了 敲入密码 登录桌面 好 大家看到了啊 这就是一个Windows的桌面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老三样啊 先改一下 把语言改一下 好 或怎么样 伪装也是90% 测速 看一下速度 其实大家如果想从自己的电脑远程进来 可以装一个2desk 或者装一个ZeroTire 都可以 就可以从自己的本地连进来了 当然也要根据你所在的网络来看吧 你离德国近那就是速度快 离德国远的速度肯定是要慢嘛 这个大家都懂的这个道理 好 上下载 200左右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 What is my IP What is my IP 德国啊 对吧 好 今天的视频就要在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